今天正式的开赛 那么中华代表团已经在亚运累积了99斤 因此谁能够夺杀第一百斤是最大的焦点 那么最被外界看好的柔道男神杨勇伟 在男子60公斤级的比赛当中打败了对手 有机会在下午的决赛当中 抢下杭州亚运的第一斤 杭州亚运周日正式开赛 中华代表团的一百斤龙药谁属是最大的焦点 最被外界看好的柔道男神杨勇伟 在男子60公斤级以第三种子出赛 结果只花了两分钟就顺利打败对手 将在下午的决赛中 面对强敌日本好手有机会夺金 能够为自己摘金写下新的战绩 对他个人而言也相当的重要 因为不只是替自己累积新的奖牌 而且本月28号就是他26岁的生日 而在66公斤级郑雁明也获得晋级 在射击方面 中华队的射击天才林新挑战女子 10公尺空气步枪团体赛及个人赛 但是六轮射出的总分在59名参赛选手中 排名第18 反而是年纪18岁的新生代好手 陈琦表现一名惊人 以总分629.1的成绩名列第8 挺进了个人决赛 最后拿到第8名 而游泳好手王兴浩在200公尺预赛中游出2分0秒62的成绩 以分组第2 总排名第5的成绩晋级决赛 另外亚运首度纳入电竞赛 中华台北市被排在B组 首场面对辽国 但是辽国却在战前突然弃赛 接着面对香港双方缠斗16分钟 不幸落败 是否晋级八强 必须等香港对战辽国的结果才会知道 体操则是由爱马王子李志凯领军 将参加单项资格赛 还有团体赛的决赛 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看基本上 可好